Hello,大家好,我是蔡哥,這個是Vivian老師 今天我們來秀一下我們家裡的紫藤 這個是日本紫藤,現在已經開滿花了 它的花是要稍微小一點,短一點 我們還有一種是美國紫藤 上上禮拜已經全都開完了,花很大,比這個大很多 今天開的滿滿的,很漂亮,拍給大家看 因為紫藤種起來,坐在那邊看也是新狂生衣 這是紫色的,還有白色紫藤我還沒找到品種 這個就是很漂亮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原意有沒有你想怎麼樣去種便宜不要錢的紫藤 第一個,紫藤它開完花,它會結豆莢 豆莢裡面就有種子 種子拿來泡水 兩個禮拜後它就會發芽了 水不要太滿,差不多水就好 兩個禮拜發芽以後你就可以種盆子了 然後呢,但是總之有一個問題 它要開花的話 它可能要種完長大以後 十年到十五年它才會開花 所以很浪費時間 另外一個是叉枝比較簡易的 紫藤叉枝它長根很快 它會比一般的颶風葡萄長更快 那我們先來擦一枝給大家看 那但是,記住喔 紫藤叉枝 你如果擦完大概也是十年到十五年才會開花 如果你一句好,搞不好它五年開花 那我們現在先請VV老師下去剪一個紫藤的枝條 好,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紫藤叉枝 那把這個葉子都剪掉 因為要長根的話,葉子會搶營養分 所以我們都不要 枝條的話差不多這麼粗 有的你看都很細,都可以用 分枝一定要一年三以上 對 太嫩的不行 好,我們 沾一點生根粉 然後就這樣擦下去 OK 那這個土呢 是用一般的Polymix 或者P-Mose P-Mose保濕 但是你記住喔 你擦完以後 像蔡哥擦在這邊滿滿一盆 那你要注意 我是用不打洞的盆子 所以它會保濕 很多水還是存在下面 那如果你是有打洞的呢 你要注意它水有沒有乾 有乾的話 大概你一個禮拜補一點水就好了 那你平常這個你要注意 那你平常這個你要注意 如果有乾你還是要補一點水 那我們來澆點水來 那這個就是紫藤叉絲 紫藤叉絲 紫藤叉絲也是很容易的 它比颶風還好 颶風還快 那我們下一個就來示範一下 紫藤高壓 紫藤高壓是最快的 它只要在高壓了以後 幾乎兩個禮拜就會長根了 所以速度很快 然後紫藤高壓呢 它可以一個枝條呢 可以高壓好幾個 好幾個是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讓玉玉老師來示範一下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過了 如果你要種子發苗 你要它開花10到15年以上 那如果你是叉枝呢 也是10到15年以上才開花 那高壓的話明年就開花了 那高壓的話 就是我們在這裡一截高壓 那我們可以再距離30公分 再做一截的高壓 然後再來上來 再一截30公分 我們再做一個高壓 這樣子你一個枝條 目前你已經三支了 你的枝條越長呢 你可以多一個高壓幾個 但是基本上我是覺得 它做三支就夠了 那它兩個禮拜 根根就會長了 你先選一個枝條呢 那選枝條的話 也是有一個訣竅的 就是我們看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很長枝 就表示它的生命力很強 因為它準備要發根往這裡走 它有一個長一個側枝 這個就生命力特別強 所以我們就選這種 我們也是先消毒 工具都先消毒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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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先取這個 因為這一個枝 這一個枝 這一個枝有點非常粗 非常適合高壓 那我們先選這一段 我們選中間這一段 春天呢 就是萬物都在生長的季節 現在是最好高壓跟假接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把握住這個時間 上面有一點花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生命力很強 那我們 它不會影響 因為這個枝很很強壯 一樣也是做 這個握開的動作 你看到很容易就把這個皮給挑掉了 各位 看到了吧 很容易 這樣子一圈 就起來了 它的生命力很強 那發根機率的話就會很大 那我們成功也不會比較容易成功 看到沒這個綠色的喔 我們就盡量先把它刮掉 刮乾淨 刮乾淨 好 那這個花呢 我就把它都剪掉 這都不要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包起來嘛 沒有什麼關係 好 好簡單 收起來 接下來咧 生根粉 生根粉 好 生根粉呢 是塗在我去皮的上面這一塊喔 再多一點 好 這邊我們先用束帶先把這個下面下方的地方先收口 就是我們把它拉緊 我們這個高壓方法很好就是我們中間不要再澆水 不用澆水 不用澆水 不用澆水你省了很多麻煩 因為有人用高壓球啊 那高壓球的話你如果 你很方便澆水或者是你只有一個兩個的話 你澆水很方便 但是你如果多的話或者是比較高的地方呢 我們就建議用這個方法 保水性比較好 接下來呢 我們也是 配著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 配 調配好的海淘土 然後 保濕的 我們先抓一把 我們先抓一把 再手上 好順著它的方向 先包住 再多一點 這個海草呢 它多的話 它是 保濕之外 還有它的根 長出來的話 它還是需要這個海草 還有做一些保濕的動作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 但是因為這個 這個枝條 比較軟 比較軟疼 你如果也不能太多 你如果太多它容易 斷掉 因為有些不成功的話 就很容易失敗在它 因為它太細 那你太重 就會斷掉 所以這也是一個 有時候不成功的 有時候的一個秘密 好 看到沒 我這樣擠出來 它有點帶濕 它有點緊 所以每一種果樹 都要針對它不同的特性 我們要做 不同的處理方法 好 這 我們也是拉緊它 對 然後捏緊 捏緊的話 我們整個包住 剛才那個 切開去皮的地方 看這個花多漂亮 最浪漫的花 我們還是盡量把它拉到這一井 這樣確保那個空氣不進去 這樣我們的成功率才會增高 好捏緊 好 接下來 把它包起來 吸脖子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吸脖子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 避光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保溫 保溫 因為有時候你高壓東西 高壓這些果樹 你不見得是在溫暖的時候 有時候在比較寒冷一點的時候 它是需要保溫的 那現在春天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做一個 這個避光的作用 我們整個避光 然後讓它這個根系 它會覺得它是在土裡面 模仿一個在土裡面的一個環境 是一模一樣的 那它就會 根就會很快出來 那現在是春天 那這個根系會長得很快 那我們同樣的這個枝條呢 我們可以這樣一段 一段一段 一直往上面高壓起來 那到時候成活的話 我們就一段起來是一顆 一段起來是一顆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做很多顆 好 大家原有應該都看清楚了 剛剛VM老師也做了高壓示範了 那今天就示範做一節 那如果晚一點的話 一整個枝條 我們大概再做個三四個高壓 那我們總結一下 紫層的繁製方法有三種 那第一種呢 就是種子發芽 但是我再提一下 種子發芽你給它泡水 最少要兩個禮拜 它會出芽 你不要因為它一直不出來 你就以為它死了 或者就把它丟掉 還有記住 水髒了臭了 你要換水 所以最好就是兩三天 你檢查一下 水如果發黃了 變色了 就要換水了 它不行有臭水 那你要支撐兩個禮拜以上 你就會看它的芽都爆出來 然後呢 再下一個就是擦枝 擦枝的話 我們就是剪枝條 擦生根粉 然後擦在P-MOS 或者P-MOS 那平常要保濕 要澆一點水 要澆一點水 記住 擦枝 絕對不要曬到大太陽 放在陰涼的樹下 不要曬大太陽 陽光都不適應 那擦枝的時候 記住 要一開始擦的時候 你要把上面的樹葉都剪掉 它不需要樹葉 因為它肥料要去根部 OK 那記住 最終一道還是要保濕 那還有一個就是高壓 剛剛Vivian老師已經示範了 高壓不會很難 但是高壓的話 今年高壓完 它長跟枝條長下來 明年或後年它就會開花了 但是記住喔 總枝跟擦枝的枝條 它要開花到10到15年以上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要買高壓條 如果你顯然太鹹無事 你可以種子發苗 你也可以擦枝 但是你可能要等到開花要很久 還有紫藤有很多品種 你要選定你喜歡哪個品種 那這個品種是日本品種 花的長短比較短一點 大概在40公分左右 長的 短的話這個大概在30公分左右 差不多差10公分 所以開花滿滿的時候是很漂亮很舒服 在這裡喝杯咖啡欣賞一下 今天心情會很好 好 那今天的紫藤詳細的全部都介紹完了 大家有問題歡迎就到網上來問 別忘了要打個小鈴鐺 也要按讚喔 好 謝謝拜拜 謝謝拜拜